台車新聞看世界來看到 幾天前黎巴嫩真主黨發生了呼叫器跟對講機 相繼集體爆炸的事件 現在有消息指出在爆炸前幾個小時 真主黨才把數千部新的呼叫器分發給成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也請專家實際測試 裝了炸藥的呼叫器跟對講機 在引爆之後的殺傷力到底有多大 而截至目前為止 真主黨仍無法查出這批裝置 到底是被誰動了手腳 假人劇烈晃動 身上的呼叫器裝了微量的塑膠炸藥 爆炸至少造成器官受損 鮮血直流 如果身上帶著裝有爆裂物的對講機 後果更不堪設想 對講機殘骸 還非見到數十公尺外 假人更被炸爛 對講機內放置的炸藥含量比呼叫器更高 專家表示 在這些裝置內放炸藥 費時費工 而且風險極高 非高度專業的行家無法辦到 有消息指出 在爆炸前幾小時 真主黨才將數千部新的呼叫器分發給成員 真主黨目前還在調查這批裝置到底是被誰動了手腳 還有媒體將矛頭指向保加利亞 說這批呼叫器是從保加利亞一間公司交貨給真主黨 不過保加利亞國安機構發表聲明 澄清這批呼叫器並非出自保加利亞 爆炸事件跟他們無關 捲入這起事件的匈牙利BAC公司執行長阿希迪亞卡諾 在爆炸案發生後就沒有公開露面 他的母親表示 女兒受到不明威脅 目前接受匈牙利情報機構保護 劉詠伟編譯